那我現在要來透過這篇文章 講解當我閱讀一篇文章的時候 我怎麼主動的去分析它 主要有幾個點 第一在看文章的時候 特別是GR1文章的時候 我會去判斷每一個句子的功用 並且我會去注意某一些文件字 讓我來協助我預期下一句 或是之後他可能會給什麼資訊 那第三點也就是剛剛提的 我會去主動預期 在句子講完之後 後面應該可能 該由什麼樣的內容來回應它 反駁它或是支持它 好 那我現在找了一篇 我還真的在那邊看過文章 下面有一些問題 我要透過這文章來實際驗證 是否這樣的分析方法 是真的有系統 系上面的效果 失敗就糗了 開始 看很多Social learning 那通常呢看到這一對括號 我就先跳過 先看主要字句 很多Social learning is well documented among fish 主題應該是fish few studies few是不好的啊 這不夠用了 study少的study是不好的 不夠力的 have investigated social learning within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in this text 不知道texta是怎麼鬼 先放著 我想這是 偶像也要注意一下 當我們看到偶像呢 偶像呢 他通常這個讓步的句子 那可能是這個讓步 但真正想講的是這個 我先把它當作一個定位 一個叫某個叫text的東西 沒有足夠的study 去研究 這一個東西 好 我想要主動分析一下 他跟我說 這個研究還不夠 他應該要再跟我講多一點 跟這個有關的事情 我看一下括號什麼 這個括號都要快速看過 好 我想這是一個觀摩 藉由觀摩他其他個體做展現的動作 來學習的 他來定義這個social learning是什麼東西 好 那這個text啊 也就不多 他應該會講更多過這個事情 right than 這要注意了 要敏感一點 當然有rather than 或then這個關鍵字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是一個對比的東西 而對比的東西可能就會是一個靠點 rather than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particular 這不是要注意了 往後看 這不是要注意了 往後看 CW can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group density 突然來 tuby tuby 長期 t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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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是預期蠻要做的,但他們就沒這樣做 他們反而去看group density 也是在一個實驗中 我現在有個疑問 這group density研究完應該有個結果吧 所以後面應該會跟我講一些結果 when rest with a small number 我看這個東西給我解釋,太難了 oh copy 跟 app 實驗中的一個標定研究 當這個copy 跟一群同樣 species 的人 一起生長的時候會比較快 don't get food by following a channeled out of poppy then what poppy is rest in 就比較了 這個rather than 就說他們沒有用預期的方式去研究 他們反而用另外一個去研究 研究了group density 跟我們剛剛去修復 他們去研究這個 當然他們要給我們研究結果 所以他的研究結果是 當這個puppets 跟一群相同的人的物種成長的時候 它會 quicker to locate food then會 quicker in large groups oh,small number of groups and large groups 這兩個是它的對比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small number是好的 large number是不好的 好 等一下喔 再往下看起來 我們看會不會預期下一句是什麼 從現在看到 大部分的語是好好被研究過了 但是taxa這一類的語卻沒有被好好研究 啊 通常要研究呢 就挑一個行為來研究 但其實我們沒有這樣做法 去研究了group density 那他們研究了 總要給我們結果 的確給了一個結果 說呢 這些gobbs呢 跟一群比較少數量的成長 會比較好 大的部分比較不好 這樣它證明了這一點 其實看這麼清楚的 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東西通常是一個強要有力 寫可以當作evidence的東西 所以後面的東西是可以認真來更代的 嗯 counter 我想這是一個非預期結果的關鍵字 一種如果有一種非預期結果的東西 自然是需要解釋的 反直覺的東西怪怪的 因為這個我們預期合應該是不一樣的 通常有更多人可以學習蠟絕的話 應該是更好 反正少一點的 在旁邊 確實才成長得更快 那這個是一個非預期 東西 當我們看到一個非預期常理的東西 我們就需要解釋 就是這個解釋就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上去聰明一點的話 就可以主動判斷說 欸 這是不是跟我們的常識不合啊 你說 它跟少一點的人相處 反而會選比較快 多一點的人相處反而選比較慢 這不合理吧 用多的要多一點 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理的狀況 那這裡是把我們點出來的 如果我們應該要有能力 主動察覺到這一點 好 這是小時代 那再往下看 這個非預期常理的發現 是怎麼解釋的 來看一下 這裡有Fact Carbets really in a high density condition We're less likely to show swimming group With others and their bones We're less likely to learn the benefits of social learning ok 他給了一個證據 比較不可能 我的 我現在有個感覺 他現在解釋了 他在一個high density的condition下 是比較不可能一起游泳 他是不是沒有解釋到 還沒解釋到 如果跟小一點的一起走 會不會 會不會就是好的 但他也有可能就不會講 因為可能要我們自己invert吧 如果你讓我invert 那我就會用這句話來invert 既然你說 在high density的地方 會不會一起有 那我就會跟你說 我可以invert 在比較low density的地方 他們會一起有 好 那還是我這樣 我一下看會懂 instead 轉折 這個要出現個轉折 不知道要轉什麼 已經好好的了 我已經講清楚了 這個證據結果 這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主動 我想看 這應該不是一個轉折 還要配給他看 那我現在看懂 這一句呢 是提供給我們第二個解釋 為什麼這個非常年的finding 出現的原因 這是第二個 那我剛剛預期為什麼會錯呢 公辦員這個instead 要當作一個however的看待 但其實不是 這個instead要跟後面的rider的一起看 他們這些語呢 活在比較high density situation的 並不會把重辦看成 可以學習的對象 像這個souls of attractiveness 反而呢 會把他們看成competitive 所以這一句是給counterintuitive counterintuitive的第二個解釋 你給了兩個解釋 夠了吧 應該 應該夠了 再來應該不會再解釋了 This finally suggests 通常我看到這個字 我就會感覺 作者要下結論 或者他要看 作者下結論 作者會知道這個finding要下結論 That at least for parties the early social environment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capacity of the early social environment may have an effect on the capacity of social learning if not on the socially learned behaviors themselves 哇 讓我來記一下 至少 the early social environment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capacity of social learning 環境應該是有關的 但有個條件 if not on the socially learned behavio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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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on 這句我看不太懂 阿里人也不懂 這句懂了 If not on the socially learned behaviors themselves 我現在的理解是呢 他們一樣會去學別人 但是 他們那個學別人的別人 第一個呢 他是不是被當成卡牌人 如果是要把他回去學了嗎 第二個呢 如果他們沒有一起遊 他也不會去學 所以他們還是會學的 這件事情是 對的 再一個感覺是一個 蠻細節的條件 我總覺得有點危險 有點敏感 這個跨線 這是一種條件 結論句上的 限制吧 條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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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當我看完整張文章的時候 我會以句子 各個句子 不能再整個順便 看能不能順出 一個 我能理解 邏輯上 好 我們第一句呢 我們有分代表不動 我都不是重點 後面才是重點 所以他跟我們說 儘管有一個常見現象 但是 這個 text的研究很少 啊 現在有點害 所以很少啦 所以應該就有人去研究它了 有人研究它 他們卻不是用一個平常的方式 這些人呢 用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他們用的方式是group density 然後 一個 找的研究的題目開頭 給了一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給了一個新方法 然後 就為這個研究開始解釋 這個研究有什麼結果 那 就修出它的結果 那 這個結果呢 其實有點違背常理 這違背常理 你就需要解釋 那你就開始解釋啦 然後 解釋的時候 它用兩個方式來解釋 兩個論點來解釋 第一個呢 他們如果沒有一起游 就不會學 所以太多了 他就不會一起游 他就不會學 第二個呢 如果太多了呢 他會把彼此 對方當作競爭者 而不是可以學習的對象 好 兩個解釋完了 就把這個非預期的經過 解釋清楚了 那就可以下結論了 所以呢 至少呢 也不能說全部啊 對這個物種呢 這的確有影響 但是 他 但不會在 他學習這件事情上 受影響 嗯 好 這蠻特別 那我們現在來看問題 好 好 這個 這個字很強烈喔 這個字很強烈喔 沒有啊 我們剛剛看到第一句就說了 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都已經被 documented很多了 這個就錯了 這個 這一個 說法 這個 比較想要 想要 我讓你聽到 這個 這個 已經有了 這個 是 可以嗎 這個 可以嗎 我想呢 那篇的研究就只有注重在他身上 并没有 把他跟其他的宇宙比较 所以并没有defer这件事情 从 other 没有 肯定没有 散掉 The search on social learning image is generally focused on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 mother than for realigin 这个fish太懂饭了吧 我现在讲的好话语 感觉不对 我觉得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没有讨论尬配 删掉 对不对 现在是放info吗 我想我没有讨论到 then for realigin 那这里再讲一下 then通常不是一个 prevaluable的选项 不过还是要看一下 for realigin no 没有人在比照这里 缺了一下 唯一有提过fish就是有第一段的 他并没有 comput for realigin 而跟for realigin有关的 我现在是有个地方 这里 这里 這應該不是重點 並沒有去比較FolueH 而且這個FolueH是跟著Copy走的 又不是跟著Fish走的 就算我不理解這句的意思 它也不是Fish在這個句子裡面的東西 所以不是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that social learning occurs in some Fish spaces In metho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in which it occurs 它還有點對喔 看第一句說Fuel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in this text上 它是不是大語類的種子 查看有點對喔 看一下看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social learning has been done more extensively on fashion than on other 主題又不太對啦 主題又不太對啦 主題是Fish嗎 不是 Other 沒有 lan就是不是太好的字 選項不prefer的東西 不prefer的選項 有lan就不prefer 不過Fish太廣泛 我們現在選擇Copy 而且也沒有跟其他人比較 3 好 我選這一個 Sunflash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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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對阿 還是他說fuel這個可以info 因為他現在說是有 但我覺得可以info啦 其實沒有很多 fuel是少 大多是沒有在info 我才可以選出 錯了我可以出 我應該少一個主題題 先把主題控制 先把主題控制 我會看主題 我會有123的東西分析 第一個呢 我會看這個補上的類型是什麼 他是提出一個研究 在分析嗎 在討論研究 有幾個論點出來 那個 就是那個他們做出來 那我看到作者觀點是什麼 作者有提出他關 沒有 沒有 現在就是科普去說一個演出 作者科普 那類型的主題類型 就是這幾個科普遍 這個是規劑的 我可以看到這個 有幾個問的 或者管理 或者理想 这三个分析文章 能不能开始作出自己 Know a flow 没有,他没有讨论什么flow 因为那边就叫好好的课题 Describe a particular scientific study 这样可以有,因为它就真的有一个一个 对 An interpolation of the finding 作者带大家解释吗 不对啊,作者没有主动提出 所以不会有这个 Not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没有 two 对,你看 我们刚刚提出做了几个分点一个 Conscious to conditions 2 没有,我们没有两个conditions啊 这个,B 好 暂停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study by CW OK 但是我们稍稍回去定位一下这三个人到这里 这里 好 这是一个infer 小心啊 It was initially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something other than 嗯 不对 它本来就是要引入这个 Other than 而且then,说过了,them是个prefer的选项 三点 It required researchers to observe the visual garbage and the multiple points in their life spans 他从哪里去可以找出这一句的我想一下 他是否要一直看他们做 我觉得他们有两个原因啊 啊,第一个是说 哦 他不可以一起 应该有一段视频可以看得出来吧 他确定他是不是有时间点的 他有要求他一段时间吗 不确定 לפornet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population,pensely 者,have little to do 他这整个方向反了吗 啊,他也就是说有关了吗 It required 它 require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droplets under conditions that closely mimic the condition of the droplets in the wild 这地就是我一个担心的地 因为它们是在 lab里面做的 这很像是一个假设 一定要成功的假设 完了有两个不大确定 这个一定要中啊 不然你能推得这么有意义了 Indicator data copies cannot add adaptive information from being treated with unrelated 那完全文艺错了 大了它就少学了 好我们现在在B跟出 再考虑再看一次B 我就不用了 它什么时候有跟什么时候 我这样要 因为 它在学习 学习 所以一定要这样看呢 看不着哪些关键字 我想要啦 因为它是一个 所以它让它要一直看 蛋猪呢 我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可以info 所以它是一个 这个利润到底有没有支撑力的一个假设 好 我选B 为了标记呢 我到底是他们 是不是对呢 还是错呢 我把我选不选起来 各位 我等一下要去看答案 如果我错呢 我上面那些话 可能就不信了 我上面那些话 可能就不信了 我看到这些话 都没有一定出发 我那些话 就不信了 你 опред不信了 我现在能够抢了 我呢 我会有一些话 我说 我就是 檢查經歷列入空間 Origin Success 好了要了就这样 我要去看考码跟上面的答案 看我是不是对 第一个B 我跟他一样 第二题来看 猪 对跟他一样好 第三题 猪 好 好 很好 我错了 我会先讲到这边 错了 这个我错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错 不过我跟考码班的不一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